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病农场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,咱们有些朋友们在种植番茄的时候 会相应的种植一点水果型的番茄 那么大家知道,普遍水果型的番茄不抗病毒病 那么我们种植这样的一些水果类型的番茄,口感型的番茄 如何去防治这个病毒病呢 建议咱们朋友们的就是说 我正常在使用这个防治病毒这个药啊 比如像氨基寡糖素,盐酸,马林瓜 那么再配合使用这样的一些这个药啊 或者是包括锡纳,或者是铁,这样的一些微量元素 在配合使用的时候呢,一定要加上绿细维性药酸 也就是说建议咱们朋友们呢 就是说每次打药都可以去配合使用绿维性药酸 我们的使用量一桶水,就是一泡溶器,30斤的水量 一般的会加上35克这样的绿维性药酸 因为大家知道啊,绿维性药酸,针菌,细菌,病毒都可以防治 而且它属于是塑效性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,就是说通过咱们的浇水,是非来控制 那么病毒病发生最主要的一个条件是白粉丝的一个传播啊 当然在高温干旱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白粉丝发生的比较多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湿度啊 尽可能给它控在65%到75%之间啊 这样的一个范围 来抑制那么白粉丝汤发生的一个环境啊